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是 董事長 一通通電話不斷響起 在證券業待了近三十年的 資深營業員劉大賢 受到太鼓屢創近二十八年 新高加持 不少大戶歸隊 散戶也跟著積極進場 而他一早不到九點就得忙著 密切與客戶聯繫 散戶當然也受制於 因為大戶他們當創量增加 那量人就會比較活弱 那散戶其實最需要的是 他們是羊群效應 你大戶有在動 基本上羊群效應 他就會跟著脈動 台股上萬點來到第169天 回顧去年全年 漲幅高達15% 市值也從前年底的27.25兆 2017年底跳升來到31.32兆 現在開春第一個月 僅十幾個交一天 指數就佔上一萬一千點大關 讓營業員的業績表現順勢成長 以106年跟105年這兩個機器 來做比較的話 其實我想我們的營業 當然是有明顯的成長 那以營業來看大概成長 應該有60%左右 業績成長讓一度苦哈哈度日的 營業員徹底大翻身 群益證券官方也透露 有超級營業員最高拿到 80個月年終獎金 不過經過事後求證 這80個月其實年終與台股獎金 還有其他獎金的加總 群益不僅連忙對內向員工道歉 董事長王俊志也出面滅火 那以2017年來講的話 我們的年終平均 所有的員工 平均的年終獎金是1.74個月 那台股獎金是6.74個月 可見營業員確實是 受惠於台股的交易量的增加 端看台股績效獎金不難發現 指數成長動能的確增加營業員收入 苦盡甘來讓這天佳數字的 80個月年終成為最美麗的誤會 三菱新聞谷告書 廖文台北報導